在古老的东方 中华文明对周边国家影响深远 从秦朝开始 中国人徐福就开始东渡日本 创造了日本的文明 千百年来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联系不断 有文明的交织 也有战争的血泪 自秦汉到隋唐 中国对日本的称呼 大度为我国 扶桑等 到了唐朝开元年间 才开始有 日本之说 日本自称 日出之国 认为日本这两个字 从史之中都是自己的 然而 陕西挖出一块唐朝名将的石碑 石碑上内容 彻底颠覆了日本历史 日本恼羞成怒 这怎么可能 2011年 在我国的西安 考古队发现了一个牧制名碑 该牧制名的牧主人叫做弥君 在唐朝担任又微卫将军和上驻国的职位 虽然看起来位高权重 但是扔到名将如云的唐朝 那还真是有点不够看的 然而谁知 正是这个不够看的弥君 他的牧制名 却让大海对面的日本破了个大方 原因是 根据弥君的牧制名所说 日本不但在唐朝时期惨遭打击 甚至连日本这个国民都不是自己的了 如此种种 搞得日本群情激愤 有些学者甚至不肯承认这牧制名的真实性 那么 弥君到底有何身世 他的牧制名里 到底都记载了哪些东西呢 弥君的士族 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狂使弥横 这位弥横和北海太守恐龙交情很好 恐龙把他引荐给了曹操 可弥横除了杨修水也看不上 天天在曹操阵营里 除了吃饭就是骂人 比如大名鼎鼎的群羽 弥横直接说他可以去吊丧 理由只是因为他脸长的周正 而对于曹操 弥横一样没有好脸色 他非但不给曹操献策 还经常指着鼻子 当面把曹操痛骂一顿 最后搞得曹操也绷不住了 但曹操毕竟有着 休闲若渴的人设 还真下不去手把弥横宰了 所以干脆就把他送去恶心刘表了 而刘表也不接锅 跟弥横处了几天 发现这人也看不上自己 就果断地把这个烫手的山芋 打发到了自己的部将皇祖那里 皇祖没啥文化 对弥横这样的读书人很尊敬 但他作为一个武将的脾气 懂得都懂 结果在一次宴会上 弥横系惯性地羞辱了皇祖 皇祖气得下令把弥横杀掉 然后还没等皇祖后悔 平时早就对弥横看不惯的手下们 就一拥而上 砍了弥横的脑袋 但可能有的人会很好奇 曹操是何许人也 看起来爱才惜才 实际上心胸真谈不上多宽广 不能为他所用的就要害死 他是怎么容忍弥横这样放肆的呢 原因很简单 弥横的弥家 在当时的中国属于世家大族 曹操毕竟是宦官世家出身 对大族还是有点得罪不起的 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 这种与世家大族携手治理天下的情况并不少见 即使后来的中国分成了两晋南北朝 也是流水的皇帝 铁打的世家 弥家也在这数百年的波折中稳如泰山 但是随朝末期 风云突变 拜随扬帝日复一日的折腾所赐 当时的随朝出现了各种农民起义的情况 这下 弥家可就坐不住了 之前城头变换大王旗 但是好歹各位诸侯们还是认他这个家族的 但是农民起义军那可不认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他们拉走扔黄河里去了 所以为了避难 弥家果断地跑路到了百计地区 反正从山东来州乘船渡个海就能到 不算费劲 根据弥军的墓志明记载 弥军此人 就是弥家家主弥斯善 跑到百计之后生下来的 上户口的话的确可以挂在百计 而这个百计地区现在归韩国统治 所以 韩国人如果要打弥军的主意 那的确是少有的认对了人 但韩国人究竟会不会抢着要弥军的户口 这还真是个问题 原因很简单 弥军和他的父亲弥斯善在百计的表现实在有点犀利 唐高宗险庆五年 为了削弱高沟黎在朝鲜半岛的势力 唐大将军苏顶方率军征讨百计 而弥军则协同他的父亲弥斯善 直接在镇前倒戈归附唐军 极大的推进了唐军攻陷百计的速度 当然 从百计人的眼里 弥家父子干得不咋地道 但是弥家父子对于百计可没啥归属感 人家自己还是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呢 现在唐军先来接他们回家 此时不凡 更待何时呢 而百计的主子高沟黎 也在之前被唐朝打得元气大伤 拿不出多余的兵力来就小弟了 因此唐朝不费吹灰之力的就拿下了百计 与辛勃一旗 对高沟黎形成了两面包夹之事 而弥家也因为其镇前倒戈的大功 被唐朝任命为了将军 协同苏顶方在百计进行镇守工作 弥军的目质鸣写到现在还算是比较正常 说的也都是他在百计的事 然而接下来的文字就不得了了 直接让隔壁的日本专家有了意见 在解释为什么日本人反应如此强烈之前 我们需要先向各位说一下 日本这个国名是怎么回事 唐高宗去世后 武则天登上皇位 当时的日本经常派遣唐使来学习中国文化 后来听说中国管自己的国家叫做 我国 我奴国 内心非常不愤 于是请求武则天更改 我国国名为日本国 也就是日出之国 的意思 很多人也依次认为 这是日本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 然而唐高宗时期就去世的弥君 他的墓志明却彻底推翻了这个说法 弥君的墓志明是怎么写的呢 写的是 于是日本渔教 举扶桑以不诛 其中 渔教的意思是 遗留性命的人 不诛的意思是 逃避诛发 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时日本的移民依据扶桑躲避诛发 想必不少人看到这句话都会大受震撼 打个百计 关日本什么事 怎么搞出来日本的移民了 而且还依据扶桑拒捕 这扶桑不就是你们日本的别称吗 俗话说排除掉所有的不可能之后 剩下的那个选项再离谱也是事情的真相 而史学家对那句墓志明 唯一能给出来的解读就是 这日本移民 说的其实就是百计移民 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的结论就是 日本这个词是百计给带过来的 后来不知是百计移民给扶桑 腾龙换鸟 还是扶桑人觉得 日本这个词很好听 总而言之 日本这个勃来词成为了日本的国号 这个结论一出来 也就难怪日本人会如此破防了 毕竟百计的土地现在就是归韩国管辖 自己用了上千年的国民 是韩国人给带过来的 那照这么说 自己这血统恐怕也有点不清不楚了 这谁接受得了 而弥军墓志明接下来的词 让日本更加破防 那就是 建帝一旦称臣 这个建帝又是谁呢 说的是日本天皇 日本国土不大 但是胆子不小 中国的君主称皇帝 日本的君主也称皇帝 而且用的还是天皇 要知道 天皇这个词 哪怕是中国都不敢瞎用 毕竟在中国文化里 天皇是天 地 人 三皇之一 是不折不扣的 上古神圣之号 能叫天皇的都不是人 但是日本人也不知道 是因为没文化还是怎么回事 不但用了这个词 还在给随阳帝的书信里 用了一个 日出出天子 来解释了一下 天皇这个词 随阳帝何许人也 一看 竟然还有人在他面前摆谱 立刻勃然大怒 骂日本天皇叫 我王 从此之后 中原王朝就知道了 在那遥远的日本海的另一边 有一个管自己的君主叫 天 皇 的无理国家 我们之前提到过 百姬灭国实在太快 有不少百姬伊尼还不服气 所以这帮人看上了隔壁的日本 他们登上了日本的国土 哭哭啼啼 打算从日本搬酒兵 帮助他们复国 而日本对于唐朝的强大也没点数 于是决定出兵 帮助百姬复国 唐 日两国在白江口 展开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战 这次对决毫无疑问的 以日本的失败告终 根据历史记载 日本出动了400艘军舰 结果被唐朝的170艘 更先进的军舰 打得全军覆没 此战过后 日本再也不敢小觑唐朝 与唐朝正式和解并修好 但日本史册没提到的是 这一仗打完之后 日本 建帝 直接就 称臣了 这对于日本来说 可是个不小的打击 知道输得惨 没想到输得这么惨 连 神之子 的天皇都向唐朝称臣了 这也是日本的第二大破放点 一个木志明 引得一个国家破放连连 有关专家甚至不肯承认其真实性 这实在是有些嘴硬 俗话说 东亚历史看中国 在遥远的古代 东亚诸国的一些草台班子 甚至都没有记录历史的意识 搞得其发展脉络 全靠中国的历史记载来进行佐证 不承认中国的记载 那他们自己 那充满了玄怪色彩的所谓历史 恐怕更不可靠 但无论如何 这些外国人怎么看待 我们并不关心 毕竟这些木制名碑 是我们中国的东西 只要我们继续沿着自己既定的路线 进行有条不紊的学术研究 其他国家究竟有什么噪声 与我们又有何干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